肺上有气泡能自愈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党小敏 闲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乌西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大家说肺上有气泡 实际上还是指拍片子的时候看到的这种透亮区 大家把它叫做气泡 实际上还是肺大炮 它是一般是不会自愈的 肺大炮可以是先天性的 也可以是病理因素导致的肺大炮 比较常见它一些比如说致气管扩张 慢性阻止性肺气种长期吸烟的人 它都可以出现肺大炮 它是一种肺部的结构的异常 气泡实际上就是肺大炮 应该是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和肺大炮讲的那些治疗手段是一样的 我们其实是可以严密观察就可以 如果说患者没有症状的话 我们严密观察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